为什么通常念设计的人很喜欢使用Mac 或者是你从事设计行业 你在观望要购买Mac的话 今天这支影片也可以给你做个参考哦 哈喽我是徐灵六 今天跟你们分享什么主题呢? 为什么念设计的人通常都很喜欢使用Mac呢? 这问题其实我听到非常多人会去问 就是为什么念设计好像都喜欢使用Apple 是因为就是觉得拿起来比较有优越感吗?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这样说啦 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使用Mac 这十几年来五大优点是我个人真的很想分享的 那我先说一下 因为我毕竟也不是非常专业评测员 不过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身为一个使用者 一个已经使用了十几年的Mac使用者 而且我个人呢是有使用过Windows 也有使用过Mac 这两个系统我个人都有用过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通常念设计的人很喜欢使用Mac 或者是你从事设计行业 你在观望要不要买Mac的话 今天这支影片呢也可以给你做个参考哦 那影片开始前呢 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追踪我的IG哦 那首先跟大家分享第一点 就是弹跳视窗跟预览超方便 这一点呢我相信如果你在做设计案的时候 是非常的有感 有时候呢你会开AI 开PS 然后开很多不同的资料夹 在我之前使用Windows的时候 点选一个软体或是开启资料夹的时候 我是要从下面的工具列去一个一个去选 不过呢我在使用Mac的时候 我觉得弹跳视窗超级方便 因为Mac的视窗呢上下左右它各有快捷键 那关于这快捷键的设定呢 我在之前的影片也有分享过 大家可以去参考哦 那这个快捷键我真的强烈推荐 如果你有使用Mac系统的话 一定要使用 因为它真的非常的方便 对于呢你要快速的去切换你的软体 以及呢要去快速的寻找你要的资料夹的时候 利用这个弹跳功能 你就可以快速的去寻找到 以及我刚好提到它的预览功能超方便 也就是说基本上你只要使用空白键 对就是空白键 你就可以预览包括影片啊音乐 甚至是AI PSD JPG等等全部都可以预览 如果我今天要开启一个档案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档案里面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基本上只要按下空白键 它就会跳出预览给你看 省去你要另外开启软体 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超级方便 对于像我平常工作上呢 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超级加分 而且是我非常需要的 因为它基本上已经把我省去超级多开软体的时间了 然后再第二个呢我觉得非常方便的点就是 它的档案都可以标签颜色 那标签颜色有什么好处呢 以我来说像我完稿的档案 我会全部给它标签成红色 那正在进行的档案呢 我会给它标签绿色 这样如果我今天要寻找一个档案 我不用开启层层的资料夹 我只要透过呢资料夹的视窗 从旁边去点选颜色 我就能快速的去寻找到 当初我有标签这个颜色的档案 这功能呢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喜欢哦 然后再第三个呢 萤幕看久了眼睛也比较不太容易疲劳 那关于眼睛有没有疲劳这一点 我觉得都是个人感受啦 是我为什么会特别说这一点是因为 像我觉得Mac的桌机或是笔电 他们的键盘都有功能 就是能快速的设定萤幕的明亮度 如果我今天觉得这个萤幕亮度太亮的话 我看了眼睛不舒服 我就可以立刻调暗 或者呢是我觉得萤幕你觉得太暗的话 你也可以快速调亮 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是一个必须长时间盯着电脑萤幕的人 如果电脑萤幕的亮度呢 从早上到晚上都一模一样的时候 我眼睛绝对会非常的疲劳 因为萤幕的明亮度 它就已经帮你内建在它的键盘上面了 它能快速的使用去做调整 这点对我来说很方便 然后再来第四点呢 叫不占空间 因为其实Mac的桌机呢 它的萤幕里面就是包含了它的主机 基本上就是你一台电脑放在桌上 它就可以开机了 不需要另外再接一台主机在外面 所以我觉得对于像我房间这么小的状态下的话 它可以让我清出更多桌面 更大空间可以去摆放我的东西 这一点呢其实它也是有它的优缺点在 缺点当然就是如果它今天主机出问题了 硬体坏掉的话你要拿去修理 就必须是整台萤幕 对整台萤幕这样爆出去修理 当然呢这一点就有它的风险在了 如果拿一个不好 你不小心摔到地上 你可能赔了主机又赔了萤幕 对这点也是个风险 我好像是要说就是Mac的优点 然后再第五点呢 就是基本上不会中毒 那Mac也不是说百分之百绝对不会中毒 以几率来讲 中毒的几率是真的相对来讲低非常多 至少我换Mac到现在就是这十几年来 我真的可以说我从来没有中毒过一次 一次都没有完全没有中毒过 就是它都可以让我使用的还是很顺利 那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Mac它就是封闭式的系统啊 它优点也是它的缺点 就像如果你是非常热爱玩游戏的话 Mac可能对你来说就会觉得 啊有点可惜 因为基本上它不太能玩太多的游戏 那其实游戏对我来说是还好啦 电脑就是我的工作工具 所以我觉得它能安全 比较中毒对来说比较重要 那关于以上这五点呢 就是我个人使用Mac这十几年来的心得分享 那我先说一下今天这支影片绝对没有业配 我为什么会想拍这个主题呢 最主要是因为 纯粹就是因为我真的听到太多人会问我 会说 你的设计是不是一定要买Mac啊 Mac有哪些优点 但是以我来说呢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Mac或者是Windows 他们其实都各有他们的优点 跟各有他们的市场在 其实我也没有特别推崇 你一定要特别使用哪一个 我今天只是针对站在解惑的立场 就是如果你们对于周围念设计的朋友们 或者是正要念设计的人 为什么一定要买Mac 今天这支影片呢 多多少少可以替你们解惑一下 当然呢我今天分享这五点以上 都是我个人的使用心得 或许这五点对你们来说 也还好不是这么重要的话 那你就可以当个参考这样子 不知道你是使用Mac还是Windows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那今天的心得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影片按喜欢版面 分享出去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